按压电梯开关或滑手机 每天的日常动作 大家都害怕表面累积细菌 清大最新研究 从鱿鱼骨萃取出甲壳素 做成高分子薄膜 按压同时也可以杀菌 通过按压的方式会形成感应电荷 那形成感应电荷会产生自由基 那就可以达到杀菌及除菌的功能 大肠感应的除菌率就达到了76% 我们的工业染料 合成好的新型的压电触媒 直接加到这个染料当中 还有这个石英复合压电材料 是从稻谷提炼而来 把它融入染料中 再经过震荡 水质就变得透明清澈 压电透过自然的机械力搅拌震荡 那它产生电 那电跟水中的水分子反映 形成自由基 是一种非常强的氧化剂 就可以分解染料 或者是一些油气污染物 这种技术和传统光触媒相比 不仅环保 而且还不需要光照 分解效率也大幅提升 传统的光触媒 你可以分解染料的数量 最快也大概要需要一个小时 但是我们这一种分解 这个压电触媒分解染料 它时间非常快 它只要一分钟就可以分解 95%的染料 它可以到达就是60倍到90倍的一个数量 这项新型材料的研究成果 登上国际知名期刊 未来也计划继续研发制作成快撞物体 帮助净化工厂废水 达到循环经济的效果 该新闻黄轩科兴志新竹报道